哎呀 天快黑了 来不及赶回家 狗狗在家怕黑怎么办啊 你好 我要结账 天哪 钱包不见了 是掉了还是放在家里啊 总不会还要回家走吧 遥控你的家 智能无限好好玩 刚才那两个状况你可能都碰过 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希望有念力 把家里的灯给打开 或者是有双千里透视眼 可以直接看到钱包是不是摆在客厅桌上 但想要拥有特异功能是异想天开 到时Studio A开设的Smart A数位生活体验馆里 有几样新奇的科技产品能解决你的问题 菲利普的Hugh个人联网照明灯具就相当神奇有趣 整套包含智慧型LED灯泡与桥接器 连往后就能用手机或平板控制 连人在外头都能帮家里开灯 但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Hugh有四大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照片随选取色的部分 它里面有一些内建的场景的部分 或是你可以以自己的照片来做选取 那只要我手指移动 就可以变换灯光的颜色 非常的简单 有一种生理其境的感觉 第二个重点是 菲利普根据人体生物学 创造了四个灯光配方 第一个是放松休息 再来是专注精神 第三个是活力充沛 再来是静心阅读 四种配方 再来第三个重点就是 IFTTT这个平台 它可以跟你的社群网站做连结 比如说像我们最常用的是FB 那如果说有人传讯息给我的话呢 它就会可能会做提示的部分 那比如说天气预报这是最特别的 那如果你要出门的时候呢 你发现它在闪灯 它可能提醒你说外面要下雨了 你必须要带雨伞 再来第四个有趣的是 Hugh还能跟音乐做结合 它能让家里有party或是演唱会的氛围 就像这样子 iCam HD远端监控器也是馆内的魔幻级产品 这个的话呢是iCam 那它主要的话就是远端可以在家里面监控一些情况 如果家里有两宠物 或者是有老人家的话呢 你就可以远端的监控家里的一些情况 我只要给它指令 比如说我需要它左边一些的角度 那我就用LL 看一个指令是15个 15度 然后镜头就会看到它往左 执行了我们的指令 别的角度的话 等它转弯时我们可以用 左边的话是L 右边的话是R 上的话是U 下的话是D 去做指令 Brolink RM2更是一绝 它能够把所有的红外线遥控器 整合在手机或平板来控制 且人在外头 也能以远端方式开启电视或空调等产品 像我们有的Brolink 我们可以利用iPhone iPad 以及Android任何一个 device 任何一个智慧型装置 我们就来操控我们家的冷气 电视 音响 所有的红外线的遥控器设备 我可以把所有的红外线遥控器设备 全部设定在这个APP里面 进行所有的操控 比如说我今天人在外面 外面天气很热 32度 那我要回家之前 前半个小时我就可以把冷气打开 我一到家的时候就会很舒服 馆内还有许多好玩又便利的 无限远端控制科技产品 而这些都是号称 未来将独领风骚的物联网概念 在目前现今的初期设计 想跟上科技潮流的脚步吗 快自个儿去体验吧